回你划过山 祝你不死心 他们说这是天命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但是同一个主题的歌曲可以创作两次 去年华晨宇利用西游记《云公训音》 采样创作的齐天大圣惊艳过我们的耳朵 今年一首电影《物宫传》主题曲《齐天》 虽在编曲上收敛些曲 但华晨宇中外的摇滚加Rap 还是没辜负腿腿的期待 与观众熟知西游记不同 电影《悟空传》更像是一部同人作品 剧中悟空只是桀骜的悟空 不是戴紧箍咒的大圣 而华晨宇的Rap 道出了悟空不甘命运的狂信 结尾处的戏剧化编曲加Rap是呐喊 配合六次尊严 道出电影《悟空传》的精神 命运都会给我们戴上锦咕咒 不莫守重归者 一段时间内会被视为异味 但坚持终会让他们发出 可直达灵魂深处的呐喊 粉碎平分 五颗星 内地乐坛近十年来最大的惊喜 应该就是华晨宇了吧 在一路所有情节路红 今天那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